很多人都說我會不會很緊張,可是其實我沒有緊張的感覺, 反而有一種希望大家可以把我重新的當作一個新人來看待, 因為我覺得在唱歌的路上,其實一直大家都是會想說現在的年代, 都是在乎歌曲好不好聽,而並不在於說你到底是幾歲, 或者你的身份是什麼,所以我覺得要是沒有很緊張, 只是就是有一種新生入學的感覺,對。 那剛剛那個兒子突然現成,妳就不知道他會來嗎? 完全不知道,看我幾乎就是整個大崩潰了, 因為我昨天晚上還在鏡頭裡面,因為我家有光鏡頭, 然後我在鏡頭裡面看到兒子睡到東外是基本的, 然後我就想說今天就是發片,然後像今天早上就是有Message過, 然後她問我說,妳的家人有沒有在? 然後我就說沒有啊,就是沒關係啊,反正我又不是新人, 結果她一來我就整個大崩潰。 很感動,對啊。 其實對,但是由於是因為安妮講的那一句說不要哭, 是讓我就是完全就是按那個按鈕就開了, 因為她實在太知道我就是個性會在這個關頭, 我可能因為我們有一起經歷過很多東西, 所以她知道我今天可能會有哭的現象, 所以她就今天一講這一句我就覺得說沒辦法, 我就整個就流淚了,對。 好,謝謝。